任由ROBLUS在上個禮拜將競賽延期後 競賽終於在今天正式開始了 ROBLUS已經把這次競賽改名為 ROBLUS Developer Dream Jam 這次競賽的主題是 Your Dream Experience 開發者們將在接下來的10天圍繞著這個主題創作遊戲 卡克認為這個主題的目的就是 讓你和你的團隊沒有任何限制的 去製作你們夢想中的遊戲 當然要怎麼解釋這次的主題 多看自己 至於官方的評分標準 他們也寫在了論壇文章中 分別有著4個大重點 Innovation 革新 這是在說你遊戲中使用的新技術 可以是ROBLUS製造的 或是你們自己的新技術 Immersive Gameplay 生理奇境的遊戲 這裡有些例子是大型世界 反應式的UI和音效 還有語音聊天 Visual Appeal 視覺吸引力 這裡有些例子是使用紋理還有照明等等 還有我們最常見的VFX 最後就是Creativity 創造力 遊戲是否有任何新的想法 或是有沒有任何有趣的新機制 我知道有很多人會想說如果要比這些東西 根本就打不贏那些已經很成功的開發者 我知道我也是這樣想的 但我們不需要贏 Game Jam就是讓開發者們能夠互相認識 並且一起開發遊戲 在這場競賽中我們能得到很多東西 除了這個酷酷的徽章以外 我們能學到和別人一起工作 一起討論遊戲的內容 並且讓遊戲越來越好 等到這次比賽結束後 製作好的遊戲要怎麼處理 都是你們自己的決定 如果你們合作得很好 你們甚至可以組建一支正式的團隊 繼續開發和營運這次比賽製作的遊戲 我們自在參加不再贏 如果你覺得你沒有足夠能力參加這次的競賽 沒關係 基本上Robus每年都會舉辦像這樣子的比賽 你只需要在下一次競賽開始前 努力的看柯拉克的影片 累積更多的知識就好了 我們在上一部影片中提到一些資訊 Robus也已經有做了一些修改 為了節省大家和柯拉克的我的時間 我已經幫各位把比賽時間整理好了 有需要的各位可以暫停影片截圖 關於比賽獎品也有了一些修改 現在已經沒有雷射鍵盤了 第一名改為一千美金的李金 你可以用這筆錢購買電競電腦或筆電 或是第二三名的獎品 分別是VR還有Xbox 等到你和你的團隊把遊戲製作完 你們中了其中一人只需要到官方文章的底下 找到這個Submission From的表單 把這個表單給填寫完就可以了 別忘了第一階段的開發時間 是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3月14號的晚上12點 也就是台灣時間的3月15號的凌晨2點 你一定要在這段時間內把遊戲完成 並且填寫他們的表單 至於接下來的流程 柯拉克就先不說太多了 以免大家一直在思考後面要怎麼做 大家先把握這10天的時間 趕緊把遊戲製作出來吧 還沒有找到團隊的人 可以到柯拉克的Discord伺服器 我們有一個頻道專門在讓大家組建團隊 參加這次的競賽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到Discord伺服器詢問喔 那麼柯拉克也要趕緊做遊戲啦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變成 Scripture 我們下部影片見 subscribe